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永远都没有粉丝戴伦 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咒术师的排位视频 那么首先第一局呢这个军工厂嘛 然后发现这个屠夫是爱哭鬼 所以说果断去拆树 对果断拆树,拆树特别重要 但是在这个地方拆树呢 其实已经做好了直接和屠夫撞脸的准备 因为毕竟小屋基本上是屠夫会直接选择拉过来的一个这个地点 对吧,所以这边我们毫不意外遇上爱哭鬼 拆完树之后我们直接这个翻窗 翻窗,慢翻 好,然后这个时候爱哭鬼的话 他选择翻窗,所以说我估计他应该是有封窗的 对,那么他有封窗 所以说我们这边盖了板之后啊 在确定他砸板的时候 咱们直接就开始转点 不转点就完了,不转点就没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跟他绕 也算是积攒一下猴头 好,对,毕竟绕圈嘛,是咱们的这个特场 所以说 然后这边有这个 打得挺准哈 这个爱哭鬼 你瞄得倒是挺准 好,这边咱们接着绕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余地 好的,他要 我们运过猴头 没来得及放 哎呀 玩脱了呀 但是想想至少我是遛了两台机的那 遛了两台机的人啊 这个 不好意思,口启有点不太清楚 那么这边这个勘探怎么还不走 神经病啊 哎,大哥,这可是排位赛 排位赛过来扫人头干嘛 哇 哇,这好枪 一枪开在树上 把树击晕了 那这个没了呀 打个锤子 那没了呀 那都是半杀 看他没了 看他要没了 看他要没了 哎 然后我绝逼过半码 哎,这个打团打得也太烂了 这什么鬼啊 啊,看他过来送人逃 然后空军过来 这个一枪绷在树上 而这边武女自然不可能救啊 半学怎么救啊 这个地点 哎,好想投降啊 没了呀 但是还有59秒才可以投降的 哎,哇,崩溃了 我要升天啦 哎,可以极限 接拨极限 我们直接释放大猴头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释放 不要管他 不然去就直接释放 然后把救下来 嘿 直接走,直接走 还有可以逆转的机会 这局可以有逆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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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悄悄把这个砍弹摸起来 带走带走带走 不要带过来 不要带过来 哎哟 我们先跑,我们先跑 这个,这个爱哭鬼打得也太准了吧 那个 哎,我的天哪 这边先拆树 这个树不拆 人救不下来的 我的,没想到你是打得这么准的一个爱哭鬼 那我就毫不客气的 毫不客气的拆树了 树要先拆再救人 哇,这个真的是太崩了 就是 这基本上 就这个几乎是团灭呀 然后我们直接放猴桃 哎,奇怪,这爱哭鬼居然不来追我 明明我在上一次椅子,我直接就没了 他撑起来了 看看有没有车位可以放个猴头 应该可以 哎,还是晚了一步 还是晚了一步 算了算了,没关系 空军第一次上移嘛 而且还是个铁屁股 我们这边 先靠在这儿 直接累积下猴桃 因为猴桃基本上好像只有一层 哎呀,这个 这勘探员在干嘛呀 哎,打爱哭鬼居然还 居然还敢站在一个位置 不动 这搞什么 哎,这边救下来 就直接放个猴桃 空军快跑呀 哎 他牵勘探 牵到板子的时候 我们突然放猴桃 嘿呀 然后救车在砸板 这算是 这算是很极限的一波了吧 然后我们这边继续回来 修这个人黄机 然后这个勘探 居然把屠夫带过来了 鸭子 这个时候屠夫选择追我们 不是我吗 是我 是我,不好意思 是追我 对,追我 这个屠夫追我吗 那现在转机还是会比较大的 哎,你追我吗 这个翻盘的几率就变大了呀 你在这跟我绕 我可以跟你绕很久的 你靠近我 我就放猴头 对不对 转点吧 转点吧 这个地方 我们准备翻窗 他用闪现 对的利用 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翻版加速 直接躲一波闪现 因为刚刚 他的这个走位的这个方向的话 其实可以看出 他是直接 他不是冲我去的 他是直接冲着墙去的 那么他冲墙的话 对吧 什么样的屠夫会直接冲着墙走呢 那肯定是闪现 那绝对是闪现 因为除此 居然没有任何一项技能 能够有这样的操作方式 这算比较极限了 这个顺时反应 这边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 呃 本来是想这个翻窗的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还没有到 这个20秒 你这个勘探脑子有毛病吧 你搞什么 这是我历史上见过的最糟的勘探了 没有之一 然后我们这边是直接挣扎下来了 哎 不用扎板了 直接跑吧 直接跑 哎 虽然说这个勘探员的这个 把头发勾过来啊 虽然说这个勘探员的这个脑子是不太好使 但是在这个 呃 争取时间上 还是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他啊 毕竟这个没有勘探的话 呃 我可能就直接上一了 那么也确实就只差那么一点点距离 所以说 呃 勘探的这个气球刀呢 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他 就是他 挨这个气球刀也不是毫无意义 至少帮我争取到了那一点点最后的距离 这个能不盖板就尽量不要盖 就就 不要还没开始的溜 就直接把板盖下来 这样其实蛮亏的 就是纯粹就在浪费板 而且看他们这又在干嘛 哎 你又站到干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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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句实话啊 这里没有勘探这个 没有这个勘探什么事啊 然后他还要跑到这边来 然后跑过来之后 他还要把我的板都浪费掉 然后这边他绝对要用这个 运火打 对的 我们这个 及时绕开啊 这个勘探是很没有意识的一个 一个玩家 他这个没有意识 其实 哎 挺爱人的 对吧 就 喜欢直线跑啊 喜欢站直不动 对吧 刚刚如果说这个 要是我没有这个 呃 爱哭鬼会发这个 冤火的意识的话 那可能我是直接 帮这个勘探挡下来了 然后我倒了之后 这个屠夫他可能 直接去追勘探 然后勘探的话 像这种没有意识的玩家 可能也很快就会倒 那么这一句 可能直接两个就倒了 就没有了 哎 所以这个意识 还是特别重要 所以说这一局呢 还是说 比较极限吧 我们这个三出 呃 其实本来的话 对 哎 如果说 如果说 把我救下来的那个 自起不及时的话 那我们真的就没有了 那么这一期呢 还是依旧在这个军工厂 啊 只不过这边的出生点呢 是在这个呃 工厂这边 所以说我们先 果断的修机 然后 呃 这个地方其实鬼应该 不会常来啊 那么这边是红富人 看到镜像之后 我们稍微走远一点 哦 他打在建筑物上 他被弹刀了 呃 那么这一期的话 实际上和 呃 之前的 所有的视频呢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这一期的话 呃 作为这个 求生者这一方啊 我们是直接 秉行这一种 要么我们四个都走 要么我们 一个都 别走的这种 呃 心态 来打的这一局 所以说这边 我们先切换到 屠夫的这个视角 来看一下 前期的这个状况 呃 这个杂剑员 为什么只要 正在窗口 给他一刀的机会啊 呃 这刀摆给的太不值了 好的 然后 可以吼 转弯 对的 哎 前锋你在搞蛇皮 哎呦 呃 这个勘探的话 红封人要放镜子了 啊 不 不是勘探啊 是个杂剑员 哎 没了 哎呀 头疼 那么这边 这个 呃 前锋呢 是打算进行这个干扰 哎 你慌傻 人家还没牵呢 哎 你等人家牵了 就你再开撞呗 对吧 哎 这一下就很好 哎 哎 你这个 哎 哎 其实作为杂剑员来讲的话 刚刚那一下不应该停顿 可以直接扔一个球 他会有一个稍微往前的一个 一个跳跃 虽然说距离可能 呃 不会那么长 但是至少还是有躲过一刀的机会 但是如果像刚刚那样的话 对吧 那你这个停在原地 你停那么久 这个 会打中的几率反而更大一点点 那么这边前锋干扰几次都没有成功 我们这边呢 先在这个地方累积一下猴头诅咒 呃 其实现在我是不知道前锋还剩多 还剩下多少球 感觉其实应该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好 这边我们跟上陀佛的步伐 一步两步 一步两步 哼哼哼哼 哼哼哼 嗯 放镜子了 放镜子我们就直接 和这个镜面的这个方向平行着跑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呃 就不会 存在 就是说 呃 镜像直接送到 他脸上的这个 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小小的窍门 哼哼 哼哼 那么这边我们再勾引他过来追我门 诶 她又不追了 哼 OK 注意前锋 诶 你这个屠夫 你这个红夫人 诶 作为这个咒术师 我是最喜欢绕这个集装箱的 又要放镜子了 又被弹刀了 啊 这边我们放松6 放松6 还剩两台机 这个时候的话 咱俭剑员应该是在修机的 然后这地方我们追着这个红夫人不放 这个冒险家藏的也 就在虎口之下 诶 这个就太不走运了 这个冒险家就太不走运了 其实红夫人是没有发现的吧 其实我不觉得红夫人有发现他 只是说红夫人弄出镜像 砍那个小乌米马迹那边的时候 恰巧一到了这边 所以说这个冒险家 诶 其实我是真的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 这个冒险家 真的是太倒霉了 这红夫人怕被砸头 所以说一直一直在打这个后车刀 其实被砸下也没什么了 对吧 他把他提前放下来了 那就没办法了 算你放得快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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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咒术师 本咒术师 还有猴头 好的 我们替他挨了一刀 哎呀 咱们就隔着不走啊 如此猖狂 特别开始追杂技演员了 还是个杂技演员 还是个杂技演员 嗯 呃 呃 呃 这个 呃 刚刚刚刚刚那个 呃 刚刚那个操作呢 是因为这个表弟拿走了我的手机啊 这个不是 不是我 在此声明下不是我本人在这个操作啊 所以说这个 呃 呃 这就是被浪费了 啊 这个 呃 但是这边问题不大啊 就是呃 这个虽然说是被这个浪费了呢 但是我已经把手机抢回来了啊 所以说只要对我把我摸起来 这个我们 呃 就又可以接着浪了 这个表弟实在是不听话啊 有事没事就要抢我的手机玩 呃 这个红夫人在干嘛啊 前方先过去救了 然后我们治疗好之后 呃 咒术呢 实际上在来的路上啊 还剩一台 那么最后这台就交给冒险家修 我们这边直接干扰一下 嗯 这个红夫人还真是执着呢 好像非要抓到这个杂 呃杂舰员 还真的抓到了 哈哈哈哈 好了 那么现在呢啊 现在既然这个电门已经通电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四出计划 直接干扰 好了 被针对了 我要玩了 现在玩的还没那么快 我要玩了 我要玩了 玩了玩 哎 玩了 因为没有猴头了嘛 没办法咯 先上个椅 所以说现在小屋这边的门的话啊 其实 呃 已经不用担心打开的这个问题了 啊 肯定是 开是 开肯定是开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的三个队就坏了 那么现在啊 其实最精彩的呢 不是说这个四逃的计划 而是说这个 这个四人打团啊 面对这个一刀斩 究竟是怎么打的 好 我们这边再干扰 因为他要追别的别的同伴嘛 我们准备干扰 好 成了追我齁 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一刀斩就没有了 我们这边 呃 在一刀斩的状态下啊 能够干扰一刀斩状态的屠夫 呃 除了勘探的话 就是咒术 所以说我们这边啊 身为咒术师我们一定不可以直接离开屠夫 因为这样的话 他会完全得到一个袭击队友的一个一个机会 如果被击倒的话 那么我们在一刀斩的状态下要去救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这边啊 我们就要一直想办法缠住这个 有一刀斩撞他的屠夫 那么现在他是没有了 这个地方就有点棘手了 对 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难打 因为 呃 走哪儿也不是嘛 走哪儿也不是嘛 所以说这个 呃 还是得倒一下 啊 但是 但是啊 我有一个这个密招 就是 相信我的队友 诶 但是好像距离不够诶 诶 但是好像距离不够诶 好吧 啊 再上一次一次 问题不大 这边 咳咳咳 这个 这个回放好像出了点问题对他 这个回放应该是把这个红妇人当成了红蝶是吧 居然让我可以像丁红蝶那样 定着红妇人边看边走 那么这边呢 其实队友都已经去了小门这边 那么我们 不是我们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我是我 那么就说是这边还是要来干扰 因为只要有队友倒地嘛 那就必须要干扰 那么这个地方 前锋可能是直接在找机会教自己 所以说我们 要尽量把这个图分离开 或者说他要去牵前锋的话 我就用这个猴头 好了他教了自己 那么这边 杂技演员没有机会出去 那么我们这一次 匹配的这个任务是四出 是四出 那么所以 我肯定是成为最后一个走的人 我要先确保三个队友都能够走到门外 那么这边 杂技演员的话会先往门那边爬 然后这个距离应该是 不够时间摸起来的 好的前锋吃一刀去摸他 还是不够还是不够 所以说这边的话 好的他们可以爬出口外 我还是这个压健康状态 好的那么杂技演员这边教了自己 这个杂技演员 他其实可以直接出去的 其实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边我们直接放个猴头 好的 我们这边得让杂技直接爬出门外 他没有多少距离 要让他爬出门外 好的成功了 那么现在只剩下 我和这个 这个红夫人 也算是开始单挑了 那么我是成功了呀 四出了 那么这也算是对全队友的一个carry吧 在最后 好的没问题 感谢观看 我是爱伦